今天要來開我們夏天必備的夏酒涼菜 那這一樣呢 是我開箱涼菜來賣最好的一樣 就是我們的雞腳 雞腳洞吧 還是雞腳 滷雞腳 對 那這個 我先沒有加熱啦 因為我看它裡面好像有一點點滷汁 我不知道這樣看得出來嗎 那我是覺得說 它如果滷汁是適中 鹹甜鹹甜喔 我不要說很鹹 這樣吃應該可以 但是我頂端吃在豬頭皮 我覺得加的滷汁這樣吃稍微太鹹要配飯 但是雞腳的部分我覺得是比較適合配酒 就是沒辦法拿來配飯 沒關係 我們今天先來吃看看 如果說真的太鹹 我們比較要加熱 讓它的滷汁變成水狀 才不會附著在上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成分 內容量300克 如果沒有用錯 如果沒有用錯 這裡面應該是差不多10 10機吧 應該有 10機就算很少 現在雞腳一機5塊算很少 有的雞腳一機不10塊 有的是2機15都不一定 大概就是300公克 半斤啦 那製造期限在這裡 2020年4月13日跟2023年4月12日 OK 那我們來開箱吧 今天在台中 所以有非常高級的盤子 這個盤子啊 真的是被肥錘這樣子揉令 它還是沒有壞掉 為什麼說被肥錘揉令 上次煙燻雞米花就是 用這種盤子下去用的 來 直接開起來了各位 來我先為大家聞看看 嗯 蠻香的耶 OK 倒出來了 倒倒倒倒 2 4 6 對 對啦 10幾沒有就對了 唉唷 不拿喔 好像不止喔 啊我賣了 我覺得這個要稍微加熱 不然我覺得 魯汁會附著太多 OK 這個我們就先把它拿到旁邊去 接下來呢 我們要拿出我們非常 非常高貴的 杜蕾絲 不是杜蕾絲啊 就是我們的手套把它戴上去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來把它攤開把它排好 我們 法式料理就是要講究一個美觀 所以我們先把它排好 一隻雞腳 兩隻雞腳 三隻雞腳 四隻雞腳 五隻六隻七隻八隻九隻十隻 沒錯 果然被我猜對了 裡面總共有十隻雞腳 那這個雞腳 欸 他非常用心耶 他還幫你去骨耶 去指甲不是去骨啦 然後這個雞腳在我這樣看來 他比外面那種雞腳 以前呢 我說以前我們夜市不是有很多那種什麼 三隻十塊的雞腳 大大概一倍吧 對啊 這個外面有的賣到十塊喔 我覺得他這個size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我的 我的獅子 這樣比對好像沒有 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反正這個雞腳 以我多年的廚藝經驗來看的話 這個雞腳算是大隻的 欸 就是大隻的 你如果有在做行李的 有在做相關 加醋生意的那一種 你應該就知道 腳有分大腳到小腳 他這個就是大腳的 那一半 那一半的啦 對啊 就是有勁過的那種 OK 那我們先來吃一下 這個我只有拿到冷藏退冰而已 所以他的滷汁還是給你帶上面 那我吃看看 如果說真的 味道比較重的話 我們再把它拿去加熱 來囉 先為大家試看看 來 我先把鏡頭轉到前面 再開啟閃光 哇哦 天啊 真是太美味了 有沒有 十隻剛好 嘛 來囉 現在滷汁附著在上面 肥腿要吃了 我摸出來的骨頭 我摸出來的骨頭 各位 這雞腳好燙 好燙 好燙在表著什麼 好燙也意味著說 它滷了有暖 如果滷了沒暖 我這就要衝太久了 對啊 然後我最喜歡吃雞腳的哪一個地方 這裡 雞腳我最愛吃的就是先把手指頭都吃掉 然後 這個蒲 就是它的首長的地方我最喜歡吃的 這個 這裡 這裡最多肉的地方 好燙 軟中帶Q 來哦 我要吃它囉 你們準備好了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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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希望我過了一口吃鴨吃開口 你們有聽到我在幹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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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雞腳滷的夠不夠嫩 大家應該清楚了吧 那我覺得它這個雞腳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軟嫩度 它是 沒有到像熱的那麼軟 所以你如果我覺得再加熱一點應該會更軟 但是它現在這樣燙就不難燙了 又意外高興我要拿來加熱一下 OK 我們直接跳到加熱之後的畫面 OK各位我們把它加熱完成了 來 看起來沒有不一樣 那大家看一下 哇 有點燙 糟糕 等一下等一下 好啦 為了你們 我真的受不了 為了你們 拿起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樣子吃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呢 來喔 這樣特寫看起來 好近好清楚喔 來 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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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這就是我最愛吃雞腳的時候 一鳴整個都掉下來 你看 經過幾秒鐘 整隻雞腳給它刷掉 我們吃雞腳沒有再客氣了 一次就是一隻啊 我先吃完再說 喔 各位 我跟你講我最喜歡吃這樣的雞腳 就是只要 牙齒一咬 雞腳一轉 骨頭一拉 全部都起來了 這就是我最喜歡吃雞腳 然後用舌頭稍微抿一抿 骨頭跟皮就分離 我最喜歡吃這種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加熱跟有加熱吃起來有什麼感覺 基本上 就是差在 軟嫩度 你看我現在加熱之後 整個很好秤 最後秤耶 然後你如果稍微要有嚼勁的 你就是冷冷的吃 不過冷冷的吃 我會覺得說 雖然它的醬汁沒有附作 沒有到很鹹 試起來是適中 但是 太太 對啊 不然你要刮手頭這樣吃 手肥脆要刮手頭吃 然後 依我個人來講 我比較喜歡吃它加熱之後的那個 軟嫩度 就是我這樣蹭下去 揉下去 整隻吃了 對啊 那調味來講的話 我覺得適中 你如果說 配酒的話 剛好 你如果說要配飯 可能就覺得比較爽 這是我這個人吃 然後它的滷汁跟那個 那個 豬頭皮 那種滷汁有點像 但是它比較淡 就是豬頭皮 它的味道比較鹹 它這個比較爽 所以 這 我就覺得 比較不適合拿來揪飯 當然你要揪也是可以的 可能覺得比較沒那麼鹹 對啊 來 我再來吃一支 這整支這樣蹭下去 我最喜歡 來 再給它吃看一下 它這層也不說滷得很深 就是有一種醬油色這樣而已 不過這個 味道跟柔軟度 是真的還蠻讚的 各位 我不是在表演特技喔 它就是這麼軟 就是這麼的滷一下就掉下來 我最喜歡吃這樣子 因為我喜歡吃軟的東西 這個時間 不來配一點厚酒怎麼可以 我們今天要來喝什麼厚酒 這個 水果酒 厲害了吧 水果酒用Shark杯 直接用Shark杯喝 直接Shark掉了各位 舒服啊 怎麼好像蛇丸 ASMR 沒有了 perfect啊各位 我等一下要把這幾支吃一吃 一次吃十支 就跟葉問一樣 一次要打十個的意思是一樣 用這樣軟軟的吃我覺得非常的棒 非常的easy 那喜歡吃有嚼勁的 就請大家不要加熱吧 就這樣吃 不會太鹹 放心絕對不會太鹹 那今天這個雞腳的涼菜 開箱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雖然說我不知道雞腳 它好吃的定義是怎樣 我覺得說這個味道 這個鹹甜度 滷的這個有沒有入味 至少我覺得是有入味 然後鹹甜度是失蹤的 雞腳我之前有吃過那種熱滷味的雞腳 一般我感覺 熱滷味的雞腳 它就是 它就是沒有 純粹靠醬汁的味道 它吃不進去裡面 那這個是有滷進去的 所以大家放心 吃起來絕對不會怕怕的 對啊 好 OK 那 今天的開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我們下部開箱影片見囉 掰掰 對了記得要訂閱肥婆 跟吃乎肥肥肥狀物垂垂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開箱影片見囉